這個地方 不過現場的狀況 哈爾科夫的州長 已經提出了這個市警了 就是希望居民 可以趕快的離開 被炮擊的地區 顯示這個地方 真的是岌岌可危的一個情形 而再來我們就看到 現在二軍宣稱 他們已經奪下了五座的村落 雖然這個說法遭到了反駁 不過也顯示出 烏軍在哈爾科夫 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地方 其實戰況是非常艱難的 不過這麼艱難的一個情況 俄羅斯當然他的猛攻之下 烏克蘭還是持續的在做反擊 希望可以抵抗 所以他們在Telegram上 也發出了一個平台的聲明 表示在當地正在進行 很激烈的防衛戰 但是也宣稱已經成功 制止了俄羅斯的侵略者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哈爾科夫的州長 還是呼籲大家 可以盡快的來撤離當地 我們再把時間交還給蔡燕 其實二軍佔領烏克蘭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邊境的村莊 那烏克蘭這邊也加大反攻的力道 來空襲俄羅斯邊境的城市 貝爾哥羅德 但是引發震撼的是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蕭伊果遭到了測換 兩棟樓中間被炸成中空 煙臣瀰漫 現場一片混亂 這次挨打的不是烏克蘭 而是俄羅斯邊境大城貝爾哥羅德 石層樓公寓轟得粉碎 俄羅斯指控就是烏克蘭下的手 俄羅斯指控 烏克蘭至少十二枚飛彈 打向貝爾哥羅德 在家破了屁股 垃圾被塞了 全壞 救人 但沒想到輕到一半 還有屋頂掉下來 大家嚇得拔腿狂奔 就連貝爾哥羅德州長到場視察 都變成了救難隊 而在爆炸之前 還有人目擊 疑似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入侵 開槍驅趕 但還沒趕成 無人機就先炸了軍車 而且烏克蘭還攻擊了俄羅斯的 大型煉油廠 無人機擊中俄羅斯南部最大煉油廠 燒起熊熊大火 這讓烏克蘭官員是大讚戰術奏效 只是烏克蘭看似有反擊能力 但其實在北部戰線步步失手 俄羅斯突然加大攻勢 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62公里外的沃爾陳斯克 是炮聲隆隆 一天被空襲了20次 這讓沃爾陳斯克急撤上千人 有人很害怕 但是也有人像這位72歲的阿嬤一樣 都摸西摸就是不想撤離 還想藉骨尿頓 根據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的分析 目前在哈爾科夫邊界的四到五座村莊 都是激戰區 俄軍的目的可能是要藉此擴大 對酷皮楊斯克的戰線加壓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坦言在哈爾科夫陷入激震 而在此時俄羅斯國防部不顧正常大忌 宣布撤換當了12年的國防部長小儀古 普欽撤換小儀古 被視為是對俄乌戰失利的清算 不過接棒的人選令外界跌破眼鏡 是俄羅斯的前任第一副總理主掌經濟的貝洛索夫 俄羅斯罕見的文人國防部長 傳出就是因為俄羅斯國防預算已經大到可能威脅國本 為了避免像前蘇聯一樣 因為龐大的軍費而垮台 普欽換上心腹掌權 這也是開戰後 普欽對國防體系的最大調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蕭伊古被撤換是不是被認為 他在前線指揮失控有關係呢 繼續交給舒函 好 確實我們先來看一下蕭伊古他這個人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說 他其實是遭升遷 然後變成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 雖然說是升遷 但是專家就分析實質上是讓他遠離軍權了 所以等於就是被架空了 他一路的職業生涯是從蘇聯時期就開始 1990年的時候就出任了緊急事務部的部長 再來2012年的時候被任命為莫斯科大區的主席 到了2013年榮升國防部長 剛剛其實我們在新聞報導裡面 也看到他是文人部長的一個部分 就他其實沒有高階將領的一個實質的經歷 但他每次出現的時候都會身穿軍服 而他本身也跟普清政權的一個穩定 來做一個掛鉤 是一個穩定的一個象徵 而他本人這樣一路的扶搖直上 主要原因是他非常的果決 在處理地震還有空難的事件上 真的都是快刀斬亂麻 所以樹立了他的這個強人的一個形象 但他地位不穩真的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主要就是遭控在這個指揮前線的時候失靈 而且傷亡很大還不敢上報 再來就是2023年瓦格納的武裝兵變 那瓦格納當時就說 戰爭對一群混蛋來說是必要的 而且藉此可以顯示自己多強大 這樣蕭伊古就可以順勢成為了大元帥 另外針對俄羅斯開始吞併烏克蘭 也就是哈爾科夫邊界的領土 現在烏克蘭的特種偵察指揮官 是不是很生氣呢 確實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為什麼這麼生氣 他可能就覺得這個後面的後援都沒有做好 我好不容易把前線往前往前推過去了 結果現在又一下被推回來 主要就我們來看一下2022年的秋天的時候 他成功的把俄羅斯的攻擊 推回到哈爾科夫的邊界 當然俄羅斯不會放棄就再次來進攻 所以到2024年的時候 俄羅斯在邊界取得重要的進展 又併吞了烏克蘭數公里的領土 還有多個村莊 特種偵察隊的指揮官就表示說 那我這麼努力有什麼用呢 沒有防線 沒有任何的布雷區 所以俄軍又這樣子打進來了 而且我在這場戰爭當中損失了數千人 數千的弟兄的生命 結果一個下子就被這個俄軍推回來 所以他也聲稱這個刺織巨織 來建立的防禦攻勢 該不會根本就不存在吧 看得出來前線的士兵是非常憤怒的 再來我們看到俄羅斯目前每個小時 都用50到60枚的炮彈 從戰機來發射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遠高於烏克蘭 有限的一個防空範圍 等於說他根本沒有辦法來做抵禦 而且現在雪上加霜 因為美國方面是推遲了更多的軍事援助 所以看得出來以一檔時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差距了 那麼除了今天以上為您整理的重點之外 也歡迎掃描我們旁邊的QR Code 來下載我們的APP 就可以掌握更多的相關資訊